今年3月5号以前都可以参加的农油专车 虽然以休闲概念为主题 结合台东县各项农业资源来量生行销 但是其中以资本县的规划是最为适合 本身就是农民的朋友前往参加 特别安排了秀民农法的各中翘楚 王旭朗的有机农场作为示范体验 因为热爱大自然并且尊重生态 就连所有农民文殖色变的小花曼泽兰 也是有着他自己的栽种哲学 看说它生长的过程是不是攀爬到我们的座物上面 如果攀爬上去的话我们农夫当然要勤劳 要给它稍微割除不要让它再一直爬上去 可是你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它一样有好处的 比如说我这边的堆回去要加速它分解的时候 就要有那个保湿 所以曼泽兰它可以在这个堆回去让它保湿 所以我的那些草木叶的堆回 它也会加速自然的分解 那再来就是说其实这个地区当我不用的时候 我只要说要耕种的时候把它割除 那小花曼泽兰它也可以做覆盖物 那覆盖的话可以保持这个地温 那它最后回归到土地的时候 也是一种落叶龟跟营养的循环 所以我们看到这些植物的话 应该是去思考说 哎呀天生这些植物一定有它的功用 那我们怎么从它的身上去发现它的优点 然后去善用它 王旭朗强调其实只要根据在地条件 以及农作物的特性 不施肥不施药的耕作 凭着对于环境的友善 爱护土地的心 就能够生产优质的有机农产品 如果对于这种自然栽种 有兴趣的人不妨选择 资本县前往体验 东台新闻柳一青采访报道